三軍樂儀隊聯合操驗 還出動雷虎小組衝場 520當天國軍特別拉到府前 表達對新總統的效忠 現在首位三軍女統帥 要親自走進軍營 蔡英文確定本週日 視察花蓮空軍基地 有可能搭乘我左手邊的福克50 當然有九成的機率會搭乘空軍一號 首次四島部隊也有可能是 第一次搭乘空軍一號 蔡英文5月29號上午 會到松山機場搭乘專機 到花蓮四棟邀空軍聯隊視察 會選F16的基地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國防部長馮世寬 是空軍出身最熟悉業務 而這也是女統帥 第一次踏進軍中 比較三位總統 陳水扁上任後隔天 就到金門南雄部隊市島 馬英九則是等到6月 鳳山陸軍官校畢業典禮 才以元首身分踏進國軍單位 蔡英文選在5月29號 不是最早但巧合的是 跟阿扁一樣都在星期天 而元首來訪 就是俗稱的高兵演習 當天統帥市島營區 可能通通進休 全員做最高準備 其實通常 大家放假就想好好休息 如果真的很臨時那種 真的就很隨意 如果不是經常性的對不對 那個是有時候突發的 當然這個就是 還是得接受 畢竟當兵對不對 還是不一樣 全在禮拜天 首度以三軍統帥身分看部隊 蔡總統特別安排 意外扁歸蔡水 記者董諾峻張連浩台北報導